可能里AS跟ASUS死不了 一句话驳斥沿调机构 IDC分析师点名 双A 东芝 三星 清华同方跟富士通 六选二两年内可能退出PC市场 这是台湾基本的特色 就打不死了 因为我们的成本架构 还是比外国品牌低很多 残被畅衰 红机又爆出主管离职潮 从今年4月前中南半岛区负责人 杨洪培转任联想 前英国负责人投销惠普 大陆区总裁10月离职 掌舵范牙营运总部的爱人子 11号确定走人 一年内痛失四位大将 红机忍痛拼变革 人保12号开法说会 第三季税后存益28.89亿元 计赠率92% 成绩单亮眼对明年却保守看待 我们明年在朗PC 应该会在35%左右 我们对手机的部分的成长 会转趋保守 出席法术会被称为 陈铁嘴的陈瑞聪 开口批政府 害惨台湾经济 政府的没效率 对税的失衡 我们所看到就说 投资很少 我们自己不投资 被人家买去了 我们觉得蛮忧心的 PC厂挑战重重 华硕受到人民币卢木贬值影响 第三季汇损高达22.86亿元 12号台币小贬4.8分 收在32.9元兑1美元 科技业满心期盼 美国升息带来的汇兑红包 好消息 台币在贬 那我们这一个quarter 我们应该还说有一个 还算不差的汇兑收入 社交机构不能统计 第三季全球个人电脑出货 年减率高达7.7% PC的淘汰赛 恐怕只有胜者才能为王 动森 财经新闻 陈明方梁丽 特有道 这些游戏的快捷键的设计 可以让你快速连